美助开放引起各界议论 国民党2号召开记者会指出 面对蔡政府突袭式开放进口 韩莱克多巴胺猪肉 不仅风险评估报告每做好 也未提出完善配套措施 尤其国内猪肉摘制品种类多 贩售管道也很广泛 若只是明确标示产地 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包括机查技术跟餐位的猪肉制品 政府应该负起把关责任 保障消费者食安 这么多广泛的一个通路里面 政府你有多少人力可以稽查 你真的查得清楚吗 那进来之后我们东东标示是美猪 那我们就会很明确地让 跟我们的国内猪资去做一个区隔 那让老百姓去做最好的选择 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自己的饮食的习惯 来做这些相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订定 那这些资料都在收集中 针对农委会8月28号预告修正101年 以行受体树类公告草案 新党直批农委会及卫福部对牛猪使用莱克多巴胺的公告 都是公告7天没有理由 违反行政程序法规定 若如果不进行改正将申请弹劾 对此农委会主委曾经重倾上火线澄清 表示这是为了配合订定进口肉品 莱克多巴胺安全容许量 且避免困扰确保食品安全及养猪竞争力 所以要把稳质修正更加具体 未来将修正调整为乙型受体树 国内禁止制造调剂输入输出贩卖或陈列药品 牛跟猪汁在国外使用莱克多巴胺就不在规范内 农委会的这个函表示什么 我们全台湾的养猪户养牛户的饲料里面 都可以添加莱克多巴胺 不光光是我们要引进有瘦肉精的每猪每牛 我们台湾的农户也可以 买有莱克多巴胺的饲料来养猪养牛 这个输入输出是针对乙型受体树 也就是俗称的所谓的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绝对不会有所谓的莱克多巴胺的输入出出 跟在国内的换售 所以农民要用也用不到 因为不得也无法买卖 陈吉仲强调农委会每年实施超过6000多件的 药物残留筹检监测 莱克多巴胺都维持零检出 未来政策方向将比照日本模式 国外进口猪肉可定定莱克多巴胺容许量 国内任何蓄肠品不会食用莱克多巴胺 更不会准许药证给业者 原则新闻胡顺博尔瑞亚台北市采访报导